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 我是李伟东 我原来在体制内做过 曾经做过中国改革杂志的社长 来美国现在是第三个年头 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 现在是一个杂志社的负责人 我们那个杂志的两位共同主编 一位是张伯树教授 昨天已经跟大家见过面在哥达 还有一位是王天成先生 王天成也是著名的民运人士 现在是我们三个人在搭班 我是社长他们两位是主编 我们的网站是战略 拼音战略两个字 Horror deal 欧阿基 所有的文章现在已经出版了四期 所有的文章都在上面 我们在做中国的战略分析 这个我们的中国战略分析有三个角度 这跟今天讲的就有关系了 这个一个角度呢是 我们要站在一个普世价值的角度上 来解析中国的现在的状态 做战略分析 它在一个总体的走向 它总体上的一个可能的走势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就是中共的十九大 这个和未来五年的政治经济格局 以及它的趋势 那么刚才我说到战略 还有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解读中共本身的战略 比方说他说一带一路 我的说法这一带一路 是把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 要祸害全世界了 这就是解构中共自己的战略 它各种各样的说法 比方说他说有很多东西 中国梦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中国梦是它的一个战略 我昨天已经说过 中国梦确实是这个 习和中共的现在的战略 但是这个战略 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 是要是一个后现代的工业社会 他变下这个后现代的新纳粹主 他在重演德国和日本 三十年代崛起的道路 而且采用的方法和理论 以及策略 包括全球战略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说 我们要解构中共本身的战略 第三个方面 我们也要为中国寻找 一条战略性的出路 比方说中国要实现这个宪政转型 那么这个宪政转型 有什么样的道路可走 也是我们杂志和我们这个 平台所关注的 那么今天我的讨论也会涉及到 昨天李静静在开幕词当中 提到过去五年 在他看来有两个值得注意的 一个理论现象 而且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而且问我现在如何感觉 一个就说我在五年前 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如果现在大家用这个名字 或者搜李北东 都可以在国讯网上找到 这篇文章传播得很广 而且这个海外也颇有影响 这个当时我已经就是习近平刚刚上台 我对这个这个习上台以后的五年 做过一个评估 那么今天呢 我会简单重复那个评估 然后呢 回答这五年来我怎么看待 尽情让我交代一下 这五年 我说了这个红色帝国之路之后 这五年我有什么新的看法 和对自己的评估 有什么样的感悟 那么第二个现象呢 就是明镜的何平先生提出中国病毒 这个 这个何平先生也认为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理论的说法 这个也请大家评论 这件事情里面有什么看法 当然我今天不评论何先生 我只讲我自己的 那么李基尼昨天说 五年来 这个我们 我怎么看待中共的十九大 这个这个从十八道到十九大 这条路到底怎么走过来 那么我要先回顾一下 我在胡思帝国当中 那篇文章当中 五年前的文章当中 这个我说了什么 我大概说了 这个当年 红二代 就是以这个 中共自己内部是有规矩的 文革前的老副部长以上的 大部分是正部长以上的家族 文革前啊 他们的子女 现在的儿子孙子 红二代红三代 其他再往下都不算 这个这个 所以他们有这个八路军联谊会 新四军联谊会 什么这个红二 这个这个这个 各种红后代联谊会 等等 进去的人 大概也都是这样的资格的 其他的人都不算 那么 我五年前说 这批红二代有一个战略目标 他们有 首先有一个不服 有一个不愤 不服不愤就认为 他们 毛泽东和他的父辈 以及他的毛泽东的同事 尽管把毛泽东都整死了 这个 但是他仍然认为是一个集团的 他们的父辈 刘少奇的这个后代 陈云的后代 这个薄一波的后代 等等 这个这个 他们的后代 聚起来认为 整个中国的这个资产 和这个权力 本来应该是红色江山 红色家族的 这个当然我也质疑过 我说你们的父辈 当他们面质疑过 都是一些个改革派的红二代 这个我比较熟悉的朋友 我就在这里不点名 当他们的面质疑过 既然你们的老子是要 这个推翻一个旧制度 建立一个平整的制度 你们为什么 不去继承父辈的精神 也去造你们老子的反 要求你们的父辈 流传下来的权利 还给人民 兑现当年共产党的承诺 为什么不这样 你们反倒说 我的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 打下来的 谁想要拿去 你就再拿三千万人头来 这就是陈云的说法 并不是王震 也不是司马南他们 这都是后边的学舍 源头就是陈云自己 在六四前夕的陈小平 在邓小平家里边 这个小平最近说多了 都忘了邓小平 开口就是陈小平 在小平家里边 这个提出来的概念 我说这三千万人头 应该是你们的负债 怎么成了你们的资产 对不对 你花了三千万人民的头 打下江山 然后你承诺把权利还给人民 那你应该还这三千万人头的债材 对啊 对这个道理 怎么成了你的资产 你拿出来要挟别人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这样认为 这个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 所以财产和权利 都应该由他们红二代来继承 我说你们现在讲 打江山做江山 是不是陷入到你们老子反对的 专制和福建主义当中去了 得不到正面的回答 反正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回到五年前 我说的这个话 他们共同认为 他们的这个红色江山 被一帮官僚 秘书帮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小爬虫 团派 在他们看来都不属于红二 虽然那些人家里边 也有某种红色背景 比方说父亲是县长 父亲是地委书记 这他在他们看来不算好说了啊 文革前副部长以上 所以他把那批人叫做官僚 所以他们认为 我们一上台 就要从官僚手里边 把财产和权力抢回 要反腐 这就是五年来持续反腐的 全部的真谛就在这里 也是我们批评他们 说这叫选择性反腐的原因 一个红二代没有打掉 我们难道不知道 李滕家族有多贪腐吗 不知道陈云家族有贪腐吗 不知道王震家族有贪腐吗 但是因为他们是红二 所以所有的反腐都没有设计到他们 全部都是习代表红二代 向官僚抢夺财产和权力 把他抢回 而名义上是用着一个反腐的名义 但是并不是制度性反腐 法律性反腐和公平的反腐 这就是五年前我就判定他们要这样 在红色帝国那篇文章里边 他会这样做 我说了他们会这样做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说他们认为尽管毛泽东 是做了那么多坏事 他们也认为文革是不对的 也尊重中共自己党的 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 但是认为毛泽东毕竟是三七开的 这邓耀平也画了 七分是成绩 他缔造了他们这些红二 能够享受权力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 所以他们要把毛泽东 变成祖宗牌位 永远在天安门那挂着 把他永远在天安门王场供着 然后呢 可以在底下批评他的若干路线 吸取他的教训 但是不能推翻这个祖宗牌位 谁推翻这个祖宗牌位 他就认为这挖了他们的祖坟 这是我在红色帝国那篇文章里边说的 第二 第三 他们认为全世界的这个资本主义正在衰落 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力和影响力 已经降到了最低的 而且衰落会持续 只要中共内部团结起来 以反对腐败来赢得一部分民心 然后呢 这个发展生产 让老百姓能够能够适当的富裕 然后集中国力 是有能力跟西方资本主义一拼一搏的 用五年左右时间达到中美共治 也就是忌兔 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少先 至少先说到这儿 说三条 我其实说了他们四大共识 那么这是五年前我那天文章说的 那你看 而且我说 他们是习在上台之前 至少用了五年左右时间 来研判 这个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 他们上台以后到底怎么执照 我认为 因为他一上台很多人就骂他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这个这个学问 很浅薄 甚至没有能力 等等等等 这个他上台一年左右时间 这个骂声就已经遍布天下 我说你们都小看了这个人 也小看了红二代 那么五年下来你看 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看 他干的是很漂亮的 就反腐这件事而已 超出我的预期 因为这个这个昨天进行问我 超出我的预期 我没有想到 他能打掉这么多中央委员 这么多政治局委员 而且上到常委 而且打掉这么多将军 用这个这个最近有人总结的一个说法 说是有二三十万个 我具体数不记得 贪官 然后中央委员以上就有几十个 政治局也有也有好几个 能在这个中共在五年当中 这样这个快刀斩乱麻的 反调这么多 尽管我说他是选择性的 但是总体上他反调了腐败的一部分分子 对人民对公众利益也有某种好处 这个你不能不客观评价 这也是他在这五年来赢得某种民意基础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也是超乎我的 我的原来的预期的 第二个预期 是我预期到他会这个进一步收紧言论 进一步呢实行新纳粹主义那套东西 而且我也说了这个这个纳粹主义什么东西呢 用两种东西统治国家 一个是盖世太保就变成警察国家 这是五年前的文章里边也说到 第二一个真理部 就是这个这个一个一个纳粹宣传部 然后压制一切言论 那么没有想到这五年当中 警察化的这个维稳 以及用警察化的统治 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没有想到他的言论管控和言论压制 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个是这个力度 是五年前我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第三 我也说过 他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我曾经当年在这个这个五年前就说 这个中共 有七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反对力量 在这些文章里边 不是传统的地步反怀右 也不是传统的帝国主义间谍这种都不是 就是他改革开放以后 自己创造出来的新反对力量 比方说 这个这个几千万的三无农民 比方说 数以千万计的 这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不能就业的学生 然后这个这个数以数以万计的 数以十万计二十万计的 这样的上访的群众 等等 这个下岗的工人 我就不一一去举例子 当时我那个文章上写 有七种反对力量 这七种反对力量都会愈演愈烈 那么这五年下来 这七种反对力量都在反对 包括709律师啊等等 我也提到法轮功 提到新疆西藏 这都是他 他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给自己新创造出来的反对力量 一共我数了七种 我也说 他会遇到三大天底 这个集权我就说 这个集权主义到一定程度 实在没有人能够反对他了了 反对得了的时候 他就会遇到天底 我曾经举例子 举一个自然界的例子 说比方说恐龙 恐龙是怎么灭绝的呢 除了一颗小行星砸向地球 大概这个七千万年前 他站在之前 他已经统治了地球一亿年 大概七千万年前 一颗小行星砸向地球 然后出现了某种和冬天的局面 但是和冬天过去之后 恐龙的食草动物的恐龙 是吃蕨类植物的 就很高的蕨类的树 但是蕨类植物被砸得没有生机了 地面上产出了一种新植物 就是草绿草 食草动物 食草恐龙是不能吃草的 它在吃的是蕨类 所以食草恐龙慢慢的饿死了 然后霸王龙这些食肉恐龙 也慢慢饿死了 就是因为小草生长出来 恐龙灭绝了 小草成了恐龙的天敌 那么这个极权主义会遇到什么天敌呢 我说极权统治的物质的基础 技术的基础 就是言论屏蔽 让你屏蔽信息 它的1.0版 就是现在的朝鲜和文革期间的中国 让你什么信息得不到 你收听短播脱体体态 在朝鲜现在 你有一架短播收音机 或者打开一个短播 马上给你轮到集中营了 让你任何外部信息都得不到 只有金家王朝是全世界的伟大领袖 文革期间只有毛主席是伟大领袖 我们在水深火热当中 OK 50到35是吧 看下时间 OK 那么 那么这个2.0版 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 这个言论的进入和围堵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到今天为止也没有 完全 让大家完全不能翻墙 做不到 但是呢 他也屏蔽了若干信息 然后他用他的各种信息 中央电视台等等 不停的灌输给你 填满这个实践 但是毕竟有很多人已经觉醒了 那么 3.0版 就是这个东西彻底被破解的时候 就是他的防火墙 比方说谷歌假设放60个卫星 然后把WiFi 无条件的放给中国大陆 那么 他的灭亡的日子 这种 这种孔直的灭亡的日子 也就快了 我说过 这个是 这个他遇到的第一个天敌 就是互联网 第二个天敌 就是 这个他自己的八千万党员 因为八千万党员是为了来这个这个这个当官发财的 你现在要求他要要重新连接 我我连接 我为什么要入你的党 要做你的官呢 对不对 而且要求百分之百连接 要重新吸共产主义 这就本来就是他的天敌 他就没有办法 他改造不了他这个党 现在只剩下习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马列原教旨 这样一个人 那么这是他第二个天敌 第三个天敌 就是中国模式对整个中国的空气水资源人口 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巨大破坏 也没有办法持续了 我也说他会遇到三大天敌 刚才说七个反对力量 那么今天看 这些事情都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使他这个红色帝国之路走不通 这个我提出这个理论的 这个第一年 我见到严家琪先生 严家琪先生就说 韦东我同意 就是红色帝国之路了 但是你怎么就知道他走不通呢 那我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 既你昨天也提到 我和仍然认为他走不通 走不通有根本的原因 后线的 后发的 这个新纳粹主义 那么我们跟原始的纳粹主义做个比较 原始的纳粹主义 我们今天不是给纳粹德国唱 唱战歌 我们客观的说 纳粹 纳粹党是有理想 理想非常强大 对不对 我是全世界日曼最优秀的种族 别人都要匍匐在我脚下 那么这个犹太人就是垃圾 那个杀掉 其他人都应该听我们管 而且日尔曼人里边还有日尔曼人当中精华的精华 就是亚利安人 对不对 这个纳粹党是一直一一贯之的 第二 纳粹党是非常连接的 整个二战期间你只听说过像格林这样的老牌的纳粹党创始人 有过在东欧搜刮点字画的这样的事情而已 他们在奥斯维辛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四百万是在奥斯维辛屠杀了 那么所有的钱 画下来的戒指 鸭筋鸭 筑成金块 送回这个纳粹党国财政部 没有任何人贪污 非常连接 纳粹当年给立下的规矩 你在办公室拿公家一张纸回家都是贪污 第三 纳粹党是非常贪截的 你没有看到他破裂 他在1944年以后大势已去 才出现石头分贝格的那个那个上校独立上校的刺杀 才出现若干反派 那是为了挽救德国 在他们看来 他们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那么这三条你看今天的中共有吗 他有连接吗 他有信仰吗 他有团结吗 没有这三条 未来一定会崩溃的 但是崩溃不是急于求成的 不是急于革命的 面对一个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 这个一个极权乱喊革命是非常有害的 他一定会毁于他自身的崩溃 他一定一个极权 刚才我说他遇到了天敌 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 他最后倒下去 一定是从内部烂掉的 谢谢各位 还有时间 我们确实是提供了许多内行的专家的意见 那么这个下面呢 就是由夏业良这个教授来点评 因为时间刚才伟东多了一点 所以能不能三分钟就完成 我没有多了 严谨 因为他开始完了没有多正 我还结余了 刚才伟东呢 做了一个非常 应该说是深入的分析 就是分析了中共 首先是批判了 反驳了这个 所谓红色江山 红色接班人接班的这种合法性的问题 这个根本就没有合法性 那么中共事实上大概执政的六十几年 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 残暴的灭绝中国文化 灭绝中国人性的这样一个历史 这种东西将来要清算的话 它不亚于清算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那些罪行 所以我讲了将来有一天 我们可能要建一个 这个反人类的那个纪念塔 要在天安门广场 把毛泽东纪念堂给扒掉 建一个高耸入云的一个纪念塔 就是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塔 类似那样一个东西 那么刚才分析了这个具体 就是中共究竟被什么样的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类似于恐龙的话 似乎有些人都失去信心了 说我们任何一种反对力量 不要说这个28年还是38年 可能都没办法来推翻它 完结它 所以有的人 这个最近也在网上 很嚣张的骂海外民运 骂一切有理想的人说 你们有什么屁用啊 你们已经奋斗了30多年了 共产党28年打下了江山 你们呢 30多年好像没折腾出个屁来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屁 是由这个郭文贵放出来了 不管是它是香的还是臭的 你们都得闻着 都是这种这种论调 对吧 好像只以成败论英雄 何况郭文贵现在还没成了 没成了就这么嚣张了 就已经 对吧 所以呢 我疼 OK 所以现在就是说 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 我其实今天中午 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 非常激烈的一个命题 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把共产党 这个专制统治结束 用什么样的方法 有人说 那就要比它更邪恶 更流氓 更下散乱的办法 才能够把它推翻 而且只有这样的话 这个本身你干的再无耻再下流 都是震荡的 这有点类似于马基亚维里的这个学说 大家还记得 对不对 只要目的是正确的 手段可以不择手段 那假如说你采取反人类的手段呢 你采取跟文明世界相背的这个方案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能 一方面不能丧失信心 另一方面呢 也不能够就是说 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使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如果公文贵这场 不是讲公文贵 就是最近的风波 能带来的一个好处 就是大家要反思 要我们这个自己海外民运啊 或者反共的力量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价值体系来重塑 或者讲重新集结我们的队伍 怎么样能够在今后 可能不太长的时间段里边 想办法结束 那这个确实是很困难 还有的人跟我讲 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唯一的道路 甚至有些人别有用心的说 刘晓波就是坚持这样的道路 如果提出有暴力的这种可能的话 那就是反刘晓波 也是反人类 我觉得说这样的话 人才是反人类的 真正反人类的 因为他否决了古今中外一切 利用武装斗争 来争取自由民主权力 宪政法治的合理性 和这种必然性 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包括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 就是通过武装斗争 为国民获得了这样一个 自由民主宪政法治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民运内部 有一些还比较资深的 有一定声望的人说这样的话 完全否定 当然你用你个人的主张和路径没有问题 但是你用你一种方面进行排他性的否定 说其他的方式都是反 这意思是说 是反人类的反文明的 这个说法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所以这个时间上 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就讲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 教授 这是我们的师父 关于什么的启发 张教授现在 sorry 不是教授 OK 李伟东先生的师父 我一向比较熟悉 他的红色帝国的 这一套 分析框架 很有意思 不过今天呢 他这个关于红色帝国得以存在 或者是得以发展的国际形势 李伟东先生今天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 提到的不多 但是我们知道 自从川普总统 入主白宫以来 这个国际形势 对中共的发展 或者你可以说是民意当中的红色帝国 是相当有利的 这个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看 我可能没有那么乐观 当然从长重来看 一个不人道 一个反人类的政权 肯定是会倒台的 苏联的例子 就在眼前 东欧 罗马尼亚的例子 还有呢 一些 萨达姆 这些反人类政权 都是要倒台的 中国绝不可能例外 但是在近期来看 他有着相当的有利条件 得以迅速获得发展和壮大 这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刚才我提到 就是这个美中关系 自川普入主白宫以来的美中关系 三月底 美国的新任的国务卿 Taleson到中国去访华 提出了这个 他提出来的 整个美中应该发展的 这个关系的原则 实际上是不择不扣的 接受了中国方面的 提出来的 这个新型大国关系 这个新型大国关系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 中国的中共的提法 早在奥巴马时期 就已经提出来了 但奥巴马没有接受 当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他认为 奥巴马和他的 中国这个外交团队认为 中共在他的新型关系里头的核心利益 非常不清不楚 过去他的核心利益 只是提到了一些 他们自己的发展 后来呢就把它扩展到 要求美国方面承认 中国在西藏 在新疆 在台湾的主权 然后又进一步发展 要求美国要承认 中共在南海的发展的主权 所以基于这些扩大的 非常不明确 而且边际越来越模糊的这些主张 奥巴马政权没有统一 但是就是到推特省三月份 绑华的时候提出来 接受这个美中关系 那这个美中关系 对现在的中共的 这个形势的发展 是相当有利的 四月上旬 习近平到这个 福罗里达的海湖公园 海湖庄园去会见川普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两个人在台上 亲热交谈的时候 川普已经下令 他的空军轰炸了伊拉克 然后事后告诉了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当时有点惊了 呆了 那虚利亚 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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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国方面呢 国际关系的专家们就说 别看中国方面 在外交关系上认为 抗议 表示抗议 但实际上 他们这些外交精英们 心里都非常高兴 一个上海关系 国际关系学院的 姓沈的一个教授 他就说 别看我们 从外交关系上 表示反对 你这个轰炸虚利亚 我们中国方面 没有得到这个智慧 而且这是违反 这个国际关系 解决的 但是我们心里非常高兴 如果你们美国 继续在虚利亚 脱身不走 那我们中国 我们的 这个将来的一带一路 我们中国的崛起 就真正有希望了 好 我就说到这里 广 vi都说过 咱们 不 чтобы 我们俗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